香港歐洲商務協會在一份報告草案中警告說 香港COVID-19政策過於嚴格 而且持續時間長 那可能會引發外國公司和員工外流 被危及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路透社看到 但續未公開的該商會報告草案中說 由於當地開發的疫苗效力有限 中國大陸對旅行持續嚴格限制 香港政府緊跟北京的COVID-19清零政策 而不是與病毒共存 報告中說 香港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 直到大陸在14億人口中推出RNA疫苗 才會重新開放 那可能需要等到2023年年底或2024年年初 目前基於RNA技術的新冠病毒疫苗有兩種 分別來自輝瑞生物技術公司和莫德納公司 該商會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發生外國企業離開亞洲金融中心的連帶效應 出現外國人流出 這樣將會是該地區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才外流 路透社在報導中說 雖然香港在2021年大部分時間控制了疫情 但已成為全球孤家寡人之一 旅行限制和間歇性封鎖 加速了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才流失 目前 香港作為世界主要轉運和客運中心之一的作用被削弱 由於航空業受到嚴格限制 幾乎沒有人可以在這裡過境 允許落地的人也寥寥無幾 該商會和港府提出了一些建議 包括將隔離時間從21天縮短到7至14天 以安撫國際商界 就在歐洲商會警告香港嚴格的疫情限制措施 將導致外資流出的同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 呼籲中共對其極端的病毒清零政策鬆綁 以免對中國及全球經濟造成更大傷害